他这个人在外面永远是个恼好人 对别人比对我还好 我真的不知道在他心里 是我重要还是他朋友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坐车 他却老是生气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外人看来好像都是我在欺负他 但是谁都不知道我受的委屈 好像我才是坏人一样 我就是像朋友说说苦而已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心里其实他挺好的 别人说的都是对的 我说的永远是错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感情 怎么进行下去 咱俩的感情为何听别人说三道四 那干嘛来这儿听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腾24岁来自四川 室内设计师 女嘉宾小邓23岁来自重庆 室内设计师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觉得他是个老好人是吧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因为他就对他朋友特别好 反而就忽略了我的感受 你的意思是说他对别人都好 就好得很过分 那你能够举举例子吗 那你能够举举例子吗 我想礼拜六就过去加一下班嘛 然后看一下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嘛 老大姐也加班啊 老大姐还是偶尔加班 那你的车载过他吗 没有 平时我上班穿着高跟鞋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到公交车站也有几分钟 那你就顺便送我一下呗 那个老大姐周末 你都不休息了 你就送他 你都愿意 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觉得他公司跟我公司 又不在一条道上 而且公交车站离他住的地方 又不是很远 他可以走路去公交车站嘛 他能走路 老大姐不能走 什么逻辑嘛你这个 好 这个事我们记下来了 还有吗 就有一次我去他的公司办事 然后我们就一起 去那老大姐的小区下面等他 那老大姐从那边过来 一打开那夫家门看到我 然后恨了我一下 感觉我想到他座位一样 你屁股也坐到后面去了 然后对我男朋友 他说了一句 走吧 小腾 我当时是在那边想 我们俩又不是你保姆 又不是你司机的 你那个语气什么意思 感觉我们欠你似的 本来就只是帮个忙而已 我是觉得别人 都跟我在一个公司上班 而且年龄又比较大了 稍微啰嗦一点 我觉得这些鸡毛顺皮的小事 没有必要 他就是那种爱他小便宜的 老大姐 别说了 行了 知道了 而且还有就是 有个亲戚嘛 然后他颈椎病 然后你不是说你同事的妈妈 被你介绍的一个大夫医好了 我就说要不你也给我亲戚 介绍一个呗 万一就也医好了呢 也是也算一件帮忙的事嘛 可是我是 我是觉得他连他远房亲戚 明智都不知道叫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欠人家一个人情吧 他就直接拒绝了 感觉受伤我的忙 都不愿意帮 那是个远房亲戚 连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 所以你不愿意帮 而且我觉得 警追病这个事情 在家里面好好养着 就行了 万一没有医好了 那不责任拦在你身上 你这个分得还挺清楚的嘛 你怎么拉老大姐的时候 就那么糊涂呢 就那么糊涂呢